一、二、三 哇 我出現 你這樣好恐怖啊 這個在台灣基本上沒有啦 它就是一個寵物蟑螂 看起來它很乖鮮 它可以摸好 我的天 真的 它沒有味道 你不要那麼講 它就是一個土的味道 因為它住在土裡面 非洲或其他地方 它基本上應該住在樹皮裡面 它本身就是一個 你還怕它把土擦掉 它的臉上面有土 它是要洗澡嗎 喔 這就是蟑螂厲害的地方 它會自己洗澡 它很愛乾淨 欸 大家有很多系 所以我都會讓人家想說 嗯 這系到底是在幹嘛的啊 對不對 你們有吧 有聽過這種系吧 今天呢 我要帶大家來 昆蟲系 想必大家應該都很好奇 昆蟲系平常都在幹嘛呢 他們考試要考什麼東西呢 那我們就為大家安排一位 超級專業的博士 要帶大家一探究竟 那我們就趕快一起進去吧 嗨 阿剛博士 Yo 有來看我們家寶貝們了嗎 我來看你的寵物了 哈哈哈 很可愛喔 你能不能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嗎 我是鎮鋼 可以叫我阿剛就好 那我大學跟研究所都是讀昆蟲 最近當老師畢業 哇 那你怎麼想要讀昆蟲系啊 我根本是從小就喜歡蟲 你從小就喜歡蟲 所以在家裡會玩蟑螂嗎 這個我倒不敢 但蟑螂是缺到昆蟲 我在做啊沒有錯 在家裡的話 那你會捨得把它打死嗎 還是你會放生 放他走呢 只要跟昆蟲有關的都上 昆蟲森林或是昆蟲的害蟲 法醫昆蟲 那分類 或者是演化這些都算在內 法醫昆蟲是什麼 就是當今天如果在野外 警察發現一具屍體 那可能就會請一些專家來問說 欸 那他大概死了多久 或是什麼時候死的 那我們可以利用牠身上 上面有的昆蟲 或者是產的一些昆蟲的卵 去分大概牠是死在什麼時候 未來的就是工作取向 都會往哪個地方發展啊 可以大概分為 研究 產業跟一般教育 我們也有一些學長姐 在當Youtuber的 有一個學姐 叫昆蟲擾熙吧 那也有一些學長姐 是自己開一些生態的公司 對 那包含幫政府調查 然後自己也會經營一些 部分的標本跟活蟲 對 那產業的話 其實就更廣一點點 裡面包含了譬如說 政府場管機構所需要的人才 譬如說農糧署啊 機關局啊 這些都有機會 有些學長姐 本身自己也是會開 防治的公司 當你今天家裡 有一些害蟲的時候 他會做一些 環境的用藥的防治 欸 這很需要欸 他們最近很夯喔 這個市場一定超大的 還不錯 我曾經在我們學校周圍的 某一條主節餐廳街上 就是抓蟲 因為要帶學生 要抓蟑螂用 那我大概11點去吧 莫名的大概被關切了5次 因為看起來 很像怪人的 戴著手套 然後再翻水溝蓋 然後翻各種地墊 對 曾經還有一個好心的人過來說 欸 年輕人欸 啊你收拾是掉下去了嗎 哈哈 我說啊沒有沒有沒有 找蟑螂 我找蟑螂 啊 蟑螂喔 沒事沒事沒事 那你養這些養久了之後 你會不會對牠們有感情啊 你會幫牠取名字嗎 有有有有 還是會 欸 可是昆蟲都長得很像啊 那如果你幫牠取名字 你會叫錯嗎 喔 絕對會 絕對會 可能要幫牠Label一下 然後立刻白點一下 那沒有這麼奇怪 我們可能會分 我們會分窩啦 我們不一定會全部都養在一起 小明小明 然後牠就真的會跑過來這樣子 目前要沒有 大部分都是叫完之後 窩擠過去 哈哈哈哈 比較快一點點 有一些昆蟲 牠本身就不太愛動 因為牠們是變聞動物 通常我們的手心相較之下 就比較溫暖啦 所以有部分一些寵物的蟑螂 牠們其實蠻喜歡窩在 手心的位置 你剛剛說寵物蟑螂 那請問寵物蟑螂 跟一般家裡蟑螂有什麼不一樣 寵物蟑螂動得比較慢 也不會臭 也比較可愛 在碩士跟博士的訓練之下 基本上我們大概就學到一個觀念 就是不可以讓蟲出去 你養的蟲 跟你做的時間的蟲 不可以讓牠回到野外去 牠們會不能生存是嗎 我們怕牠帶病 或是帶了一些 不應該帶的基因 或是一些雜物出去 影響到其他環境的蟲 所以我們通常就直接把牠 拿去蒸了 蒸 對 高溫高壓 那我們要來試一個比較 有挑戰性的 馬達加斯加蟑螂 那其實有這邊這麼多啦 那最普通的大概就是我們一般 大家會買來當寵物蟑螂來玩的 一二三 哇 我對不起 大家好可怕 欸 徐琳你要去哪 你要 你要回家了嗎 這個的話 大概大家第一次看到的可能是在 M.I.B. 星際戰警裡面 但這個在台灣基本上沒有啦 牠就是一個寵物蟑螂 看起來牠很乖 可以給摸牠 我的天 真的 牠沒有味道 你不要那麼近 牠就是一個土的味道 因為牠住在土裡面 非洲或其他地方 牠基本上應該住在樹皮裡面 牠本身就是一個 你還怕牠把土擦掉 牠在臉上面有土 牠需要洗澡嗎 喔 喔 這就是蟑螂厲害的地方 牠會自己洗澡 牠很愛乾淨 而且牠的嗅覺器官 跟化學感受器 大概是在觸角上 所以牠基本上 很常會用觸角去碰觸牠想吃的食物 牠會自己把 就是牠的觸角搬過來 然後親一遍 你可以把很可怕的東西形容得 很可愛 牠真的很可愛 牠平常會叫的 但牠今天不知道為什麼要叫 牠有個錯話叫做 Heathing cockroaches 就是因為牠會 牠會用牠身體的板片去擠壓 牠就會有個聲音 你可以模仿一次嗎 是不是 這個是骨牌蟑螂 其實牠真的很像 當牠在賭博的那個骨牌 在這裡 這顆 欸 真的蠻可愛的耶 牠有點像瓢蟲 蠻像的 牠的身體是毛的嗎 有一點點 所以牠身上才會卡那麼多圖 你們會常常就是 有人家誤解你們說 就是昆蟲系都在幹嘛 還是昆蟲系的 就是比較特別 奇怪的 其實蠻多家長就是 當自己小朋友 就是考上昆蟲系之後 他們當然第一個最優略的就是 讀完昆蟲系之後 我的出路是什麼 對 那其實的確大家可能都會覺得 昆蟲系是一個很怪的系 牠本身 好像就是一直在抓蟲 除了抓蟲之外也沒其他事 然後真的可能就是 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對著蟲 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然後也不太顧人 但其實沒有 我們其實都蠻活潑的 一句話惹怒昆蟲系的人就是 你知道這什麼蟲嗎 為什麼 這真的很惱怒 因為大家抓來之後 就是直接問 或是直接就是 拍了一張照片 你根本看不到那隻蟲在哪 因為那個人就是 太怕那隻蟲了 牠就是遠遠的拍過 然後心想說 寫蟲在哪 我們曾經有在幫別人做一些 蟲的鑑定 最有趣的就是餐飲麵 很常會有一些客訴紛爭 就是 老闆就是 你的飯裡面有蟲 你要不要處理一下 通常都會先幫他們看一下 就是蟲是被煮過 還是沒有煮過 有些奧客是真的是 牠去抓了一隻蟲來之後 牠捏死或是 揉了一下之後 把牠塞進去 那是可以看得出來 這麼惡劣 如果我們真的不小心 誤食了 那會對人體有什麼影響嗎 還是我們要做什麼緊急處理 是不是真的吃了會有問題 我覺得要看 生蟲的種類啦 物食就是那種 家裡面或餐廳的蟑螂 蟑螂本身是一個蠻愛乾淨的家伙 可是牠吃的東西有一點點髒 所以牠的腸味道一些 二次的菌 細菌是真的比較多 如果你本身身體沒有太大的反應的話 我覺得是還好 可是有些比較有毒 本身牠吃的食物跟植物 就是有毒的話 牠累積下來的刺激代謝 是真的會讓你 有一些不適的狀況 像我們平常最常看到的 大概就是藥酒 大家都會用各種不同的昆蟲 去泡藥酒 那我們本身就真的不敢掛保證 老師有拿了兩個東西給我們吃 一個是螞蟻蛋捲 然後另外一個是麵包蟲 是把芝麻換掉換螞蟻 掌音然後就吃下去 好吃 就是你不會有太重的味道 就是多一個口感 螞蟻本身偏脆的 對就是脆的 你們畢業 就是多一個口感 那裏 你真的沒想到 一起吃 不快 就不太帥 我也不知道 人 谢谢观看